解读完法律之后 三儿子不再纠结于房子的问题 也认可了房子属于母亲 这让我们感到了一丝欣慰 其实我真的还想跟有几句话 跟鸡哥几个 跟周里几个说一下 我特想没想跟你们分享 一个我过去看过的一幅漫画 一个躺在病榻上的老人 伸着一只枯瘦的胳膊 举着一张存折 存折上边写的是 活期存折四个字 在她的床边 站着一个她的子女 子女面对这个 躺在病房的老人 举着这张活期存折的动作 这位子女 在漫画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语言是什么呢 你的死期呢 这幅漫画在我脑子里边呢 在你们刚才争吵的时候 浮显出来了 其实老大老二 大嫂二嫂 对母亲现在目前已经落到 咱们明天这房子 你们是有想法的 是有看法的 如果你们要没想法 没看法 今天你们家的坐不到这儿了 今天我们是等于是好像要 在这儿逼着父母 讲 你死了之后 这房子到底给谁 咱们有点太残忍了 真的 咱们别把父母 架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最后说的一句就是 咱们哥儿仨从现在开始 争着去孝顺吧 让母亲最后说 我这仨儿子谁最孝顺 好吧 其实在我们看来 兄弟情远大于利益的诱惑 三兄弟更多的 应该是以真心相待 将赡养父母之事 和财产之事划分开 共同赡养好父母 这样才可以让父母 安心地度过晚年生活 和财产之事